最近中国大陆开始推出银行破产条例和存款保险制度 同时还准备试办由纯民资发起的 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 不过银行破产却也成了大陆金融界的热门话题 请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中共银监会日前表示 今年将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 不过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 民生银行老板史玉柱赶紧发微博表示 即将新批的民营银行 都不是全排造银行 业务范围被控制得很窄 而且运营地域被限制得很小 所以他认为现在发起民营银行没啥意思 而银监会副主席严庆明日前表示 银监会正在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 国家不再为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兜底 允许银行破产倒闭 一旦有银行破产 储户的存款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赔偿 但赔偿有一定限额 据中共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三季度末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5636亿元 较去年初增加707亿元 而且已连续七个季度呈上升趋势 现在我们的经济泡沫 房地产的泡沫显得经济危机步步来临 而腐败对这个社会的破坏已经影响到执政基础 人民信任的 同时还有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和各种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导火所 拿一个房地产做例子 房地产行业的泡沫越来越大 它就是完全靠资金的在支撑着这个泡沫 一旦很多资金都撤离了 房地产肯定是要崩盘的 房地产一崩马上就会波及得很大 银行各个上下游的企业行业 无论是建材等等 它都会波及到 与中国经济衰竭伴随而来的事 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 去年5月到7月就有5家跨国公司撤离中国 新年一始 法国化妆品公司欧莱雅决定 旗下品牌卡尼尔撤离中国 在此之前 欧莱雅的美国竞争对手陆华农 也宣布将撤出中国市场 并缩减1100个工作岗位 随着美联储宣布 从今年1月开始逐渐退出量化宽松 经济学家们估计将有更多企业离开中国 新唐电视刘慧 萧宇采访报导